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来带大家看一下 如何在iPhone或者是iPad上面使用 虚拟电子邮件的功能 想要在iPhone上面使用虚拟电子邮件 有分为免费版跟付费版 免费版的部分在iOS15之前 原本就已经可以使用了 那付费版的部分就是你必须要订阅iCloud 还有把你的手机或者是iPad升级到iOS15 或者是iPadOS15才能够使用 那我自己认为免费版本跟付费版本 都非常的好用 那我们今天呢全部的功能都会讲到 首先呢我想要先来讲一下 免费版可以做哪些事情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有一些网站你是可以直接使用 Apple ID注册跟登入的 就是使用这个Apple ID注册 它会直接带入你的资料 然后可以省去很多注册的时间 很多App或者是网站像是Uber或者是Fulpanda 如果你用这个Apple ID去注册的话呢 会出现一个隐藏我的电子邮件的选项 这个时候呢你的iPhone或者是iPad 就会非常聪明的自动帮你生产一组 虚拟电子邮件来注册这个App或者是网站 但是这个虚拟邮件就只能用在这个App 或者是网站也就是说它是一对一的 那将来这个App 寄email到你的信箱里面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转到你的主要信箱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曾经用虚拟账号 注册过的这些App 或者是网站会储存在哪边 首先呢先打开你的设定 然后点一下你的大头贴就是这个 然后里面呢点选这个密码与安全性 这边点进去 上面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栏叫做 使用Apple ID的App 点进去 这边就会出现所有你可以用Apple ID登入的App 或者是网站 那我们再随便点一个进去 例如说Footpanda 然后里面呢它就会出现这个 此App接收的电子邮件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虚拟的电子邮件 那今天Footpanda如果想要寄信给你的话呢 它就会透过这个虚拟的电子邮件 转寄到你的Apple ID的主要信箱里面 而且就算你今天回信给Footpanda 他们看到的帐号还是会是这个虚拟的电子邮件 那就算今天这个App没有支援Apple ID注册跟登入的话呢 我们还有第二种免费的方式可以隐藏你的电子邮件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使用iCloud的电子邮件 那这个信箱呢是免费的 基本上如果你有Apple ID的话就可以使用 然后重点来了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iCloud的电子邮件 可以免费提供三个虚拟的email帐号让你使用 不只可以寄信收信 还可以随时停用跟启用喔 那要在哪里注册这个三个虚拟email帐号呢 首先呢如果你还没有启用过你的iCloud电子邮件的话 你要先在手机上面启用 首先一样打开你的设定 然后点入你的这个大头贴里面 然后看到这边有一个iCloud的选项 那如果你没有付费使用的话 这边应该是5GB吧 点进去 里面呢如果你没有用过这个iCloud邮件的话 它预设是关起来的 那现在呢把它打开 那打开之后呢它会要求你输入一个你的email名称 那这个email的名称设定完之后是没有办法变更的 那确认这边有打开之后 如果你想要取得虚拟email的话必须要到电脑上面去开启这个功能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你开启那个功能之后 你到手机上面可以直接把它设为寄信者 所以现在呢我们先移到电脑上面来看一下要怎样开启这个功能吧 首先用任何的网路游玩器或者是Safari开启这个iCloud的页面 然后这边应该要登入 这边我已经登入进来 你就会看到这边有很多选项可以选择嘛 然后现在呢我们选一下左边的这个邮件 这边如果你刚刚没有用手机做开启的功能的话这边会进不来 那进来之后呢按一下左下角的这个齿轮 这边有一个齿轮 点进来然后这边选这个偏好设定 接着呢选第二个这个是账号 点这个账号 这边看到有一个蓝色的选项叫做新增替身 这个就是虚拟邮件 那你新增完之后你可以用它来寄信或者是收信 这边你也可以随时停用或者是删除 那我们现在呢来试着新增看看 这边你就可以输入你的虚拟email的名称 然后这边就可以随便乱取 那全名的部分你就是收件者会看到你的名字这样子 那标签的部分就看你想不想要打 例如说你这个email主要是用来工作啊或者是购物之类的 你就可以把它打在这边 然后这边标签的颜色我就把它选一个黄色好了 然后这边选好 然后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新增的这个虚拟工作的email 然后这边可以随时停用或者是删除这个虚拟的email 那今天假设你停用或者是删除的话 任何信件寄到这个地址 它都会退回寄件人那边 然后还要注意一下这边最多只能设定三个虚拟的邮件地址 然后设完之后呢按一下完成 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个虚拟的邮件地址来借信或者是收信了 那我们现在呢回到手机上面看一下要怎样使用这个虚拟的电子邮件 新增完之后呢我们打开email 然后假装写一封信 然后这边寄件人的部分你就点进去 然后再选一次寄件人 这边你就会看到我们刚才设定的这个虚拟电子邮件了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 然后这样就可以用虚拟电子邮件来寄信或者是收信了 那收信的部分它一样就是转寄到你原本的那个iCloud电子邮件 然后你新增的这个虚拟邮件呢 你也可以拿去注册app或者是任何的网站 那我们讲完了免费版的虚拟电子邮件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iOS15上面最新iCloud Plus里面的隐藏我的电子邮件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跟前面讲的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前面我们讲免费版的其他使用上都有一些限制 像是一定要是用来注册网站啊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设定的数量上面只能限制在三个 但是现在呢这个iCloud Plus里面的隐藏我的电子邮件 它可以设定非常多个虚拟的电子邮件 而且它的用途不受限制 你可以指定这个邮件转寄到你的主信箱或者是iCloud的信箱 不过目前我测试起来呢这个功能看起来是只能收信跟回信 它不能主动用来写信给别人 那我们现在呢直接来看一下要怎么使用这个隐藏我的电子邮件的功能吧 当然首先呢你一定要更新到最新的iOS15 那这个功能呢在设定里面 打开设定之后点一下你的大头贴 接着呢点一下iCloud在这里 点进来之后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选项叫做隐藏我的电子邮件 那如果你没有订阅iCloud服务的话 你点进去它会要求你先去订阅iCloud你才能使用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点进去看看 那这边呢大家看到我的画面上面已经有很多建立过的虚拟电子邮件 那这些呢其实是在iOS15之前就可以使用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你用Apple ID去注册别的网站的时候 它会使用虚拟账号对不对 就是会出现在这边 那差别就是现在呢你可以新增自己的电子邮件了 那我们现在来新增看看 那这边我们就是要来设立虚拟的账号 那这个名字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命名的 你只能使用它预设的这些名字 然后下面你就可以帮这个电子邮件命一个名 就是帮它设立主题这样子 例如说我想要这个电子邮件用来工作用的话 我就在这边写上去 然后呢我们按下一步 然后这样子就设立完成了 非常的简单 然后按完成 它就出现在这边了 然后大家看到我已经有设立三个我自己的虚拟电子邮件 那我有试过它可以设立超过三个 然后它是没有写说最多可以几个啦 然后每一个你就可以帮大家命名不同的目标 例如说你想要购物使用啊 或者是你今天是momo购物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边写上去 那下面呢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选项叫做转记制 就是这些虚拟邮件收到邮件之后呢 它就会直接转记到你的这个信箱 那这个信箱预设应该是你的Apple ID的信箱 然后它可以改成iCloud的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然后这边大家看到有两个电子信箱 一个就是我的Apple ID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的iCloud信箱 所以你可以择一使用 然后选择完之后按完成 然后另外这边跟刚才的iCloud虚拟账号一样 它是可以停用跟删除的 就例如说你今天不想要再收到某一个来源的电子邮件的话 你就可以进去然后把它停用 这边有一个停用电子邮件地址 我们就按下去 它就停用了 你就再也不会收到就是你曾经用那个email去注册的一些网站啊 或者是App的来信 但如果你想要完全删除或者是重新启用某一个虚拟电子邮件的话 你就点到这个停用的地址里面 然后这边就会出现你曾经使用过的虚拟电子邮件 然后你就点进去 然后这边呢你就可以重新启用或者是删除这个电子邮件 那这边呢是我做的一个小小的测试 就是我自己寄信给我的虚拟账号 然后再用我的虚拟账号回信给我自己 它上面这一封呢就是外来的信件寄给我的虚拟电子邮件的时候 它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收件人会是hide my email 然后接着呢我就用我的账号回信给这个外来信件的话呢 它的寄件人就会变成这个虚拟账号 可是在写信的时候它好像不会自动出现这个虚拟账号的选项 就是寄出的时候它才会自动变成这个虚拟账号 非常的神奇 我来示范一次 例如说我今天想要回复这个外来信件的话呢 我就点这个回复 然后它的寄件人啊 这个还是我的主账号 就是它不是虚拟账号 然后等到我送出的时候呢 它的寄件人就会自动变成那个虚拟账号 但是这个方法呢 它没有办法用来新增电子邮件 就是你进到这个画面之后 你去选寄件人 它没有办法出现刚才我们新增的那些电子邮件 所以呢这个隐藏我的电子邮件 主要还是用来收信跟回信为主 那即使是这样子 我还是觉得这个功能会非常的好用 你就每一个购物网站都用不一样的电子邮件去注册 你就会知道说哪一个网站把你的个子泄露出去了 或者是你今天不刷某一个网站一直寄信给你的话 你就可以大不了直接停用那个账号 那你的信箱就会变得非常的清爽 而且就算你使用的是免费版本 我觉得也非常的好用 而且我觉得应该非常多人都不知道 iCloud的电子邮件可以设立三个虚拟账号 所以你还没用的话赶快去用看看吧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因为是免费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虚拟电子邮件的介绍就到这边 希望帮助到大家 另外如果你还有想要看哪一些功能测试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